Hello 欢迎收看 光影说 我们外出拍摄的时候 大大小小的设备箱 便携包堆满拍摄现场 特别是开始拍摄后 散落在各个角落的小设备 小零件越来越多 大多数也就是堆放在地上 以前我比较喜欢拿这种小间加个手持吐龙进行现场监看 机动性强 不麻烦 但是不用大屏幕监看还是会带来很多问题 比如摄柱那边对焦错误 而我的小屏幕也没有发现问题 回去一看素材就疯了 要么是灯光置景方面并不能像大街那样看得更全面 所以现在出去拍摄还是会带上大街 那我之前的监看环境一直都比较恶虑 你们谁啊 这干嘛 看画面呢 我们干什么 这个焦度那么稠 可以可以可以 所以我总结了所有的这些问题 觉得是时候有必要购置一台导演车了 外出拍摄或在片场的时候 导演车就是导演组或者摄影组的移动工作台 一般会在上面放一到两台监视器给导演监看画面使用 而且因为导演需要和多部门进行对接 有很多的剧本啊 或者拍摄资料 这些也都会放在上面随时进行观看 干 是谁的对焦啊 干 你是傻 你是不是傻对焦对不上啊 演员滚开啊 还有摄影组的其他附件 电池 充电器 镜头箱等时常会用到的物件 也可以收纳在上面 谁用谁拿 在运输上因为导演车的大承重性 也能作为设备推车运输不少重型的设备箱 其实我看导演车已经很久了 没有买原因只有两个 一是贵 二也是贵 因为在购物车里躺失许久的就是这款铁头的推车 大号款直接干到了9000多 还不算各种配件 虽然价格离谱 但看上去是真的衰啊 车身上面铺满了各种型号的裸口 配件种类非常非常丰富 可就在我下定决心要剁手的时候 才知道这款产品已经停产很久了 停产了为什么不能把它下架呢 我把一个死了的产品放在我的购物车那么久 每次打开购物车我都还要欣赏欣赏 真晦气 最终我选择的是范基亚的这款导演车 它没有加长款和标准款两种长度 对于我们的办公室大小和使用需求的考虑 最终还是买了标准款 主要是价格美丽 它台面长93厘米 加上手柄全长119厘米 高105厘米 台面宽61厘米 后轮固定处最宽67厘米 重45.5千克 车身收纳后长131厘米 高51厘米 整体承重350千克 可以放置一些重型的设备箱 方便运输 上下两层台面内部都加了这种 像地毯一样的毛毡电层 而且这个电层也可以用来当做 室内小型静物拍摄的背景 使用过的配件也可以直接放在下层台面上 不会占用拍摄台的地方 再次使用的时候也很方便就能拿到 比如电池箱或镜头箱 台面四周有3.5厘米高的尾档 但是这款导演车的单边尾档不能打开 四周也没有多种拓展接口 这是这款导演车比较遗憾的一点 像铁头或者攀岩 跪也就跪在这里 轮胎部分是冲击式防滑轮胎 能够很好地起到防震和平稳的作用 原厂提供的车身附件也非常多 比如蹬腿龙 网口架 脚架脱弹 监视器横杆 香炉座等等 但是价格我自己觉得还是有点贵 而且网口价只有150毫米的 所以我又不得不自己折腾 利用Cupo的各种家具来对它进行魔改 还有一点就是 这款车并不能完全收纳运输 我本来以为上层台面可以直接作为扣板跟下层合上 但是并不能扣上 而且也没有所扣 这个挡板还不能放倒 所以如果是装车运输的话 还得另外买两根安全绳把它捧好 便宜嘛 主要是便宜 我买设备肯定是会把它发挥到极致的使用 考虑买导演车有一半的原因是因为在办公室缺一个工作台 所以结合各种家具和魔术头 这台推车又成为了一个小型移动拍摄台 平常可以把一些小型的设备摆在上面拍摄 重点是将灯具直接设置在推车上 这样不仅方便调整 还可以移动 它还可以是一个电池充电站 器材维护台多功能的使用才是它和一个普通桌子的区别 还跟大家分享一个小技巧 你可以用荧光布机胶带将台面区分 这个原理就好像你去了一个50平方米的空房间 觉得怎么这么小 大幅走动都难 但是当所有家具功能区都设置好过后 你又觉得这个空间比你之前感觉的要大 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心理学上的定义 给这个小小的台面设置区域过后 更有利于你的收纳和空间的利用 不管是这个导演推车 还是你的办公桌 都可以 好了 以上就是我们本期的全部内容 如果你有关于导演车使用的骚骚座 或者使用过的好货 也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我们一起交流 一起进步 下期再会 下期imm 下期